第26题 一个质量为3公斤的物体 静置于距水平高度为5公尺的光滑斜面上 如右图所示 当物体由斜面往下滑到光滑水平面的B点时 不计空气阻力 且重力加速度为10公尺每秒每秒 其速率为多少 我们看到图当中 在这一段7公尺的过程中 它是没有任何的阻力 也没有空气阻力 没有摩擦力 所以它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所以问我们B点的速度 就是在问我们说 它滑到斜面最底端的时候的速度是多少 那么斜面的高度滑到最底端 没有任何的阻力摩擦 所以它会机械人手横 也就是最高点的位能 会变成最低的动能 位能的计算方式是MGH 动能计算方式是1⁵mv平方 所以呢我们的质量3公斤 我们的机质是10 我们的高度是5公尺 会等于我们后来的动能2分之1 乘以我们的质量是3 然后速度不小的 所以3跟升消掉之后呢 V平方就等于10乘以10 所以V就等于每秒呢10公尺 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 其速率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择的是B 每秒10公尺 提升降機会 为什么不小的 我把这个刀和